今天和大家分享 蝴蝶村公屋4-5人单位装修设计 单位实用面积380尺 做轻车装修风格 进门右手边做L型的C字柜 金蓝色搭配造型柜门更显档次 看下进门视角 靠大门做挂衣驱和换鞋灯 整个柜柱物空间充足 大门左手边就是随房厕所啦 随房门口摆雪柜,门上做吊柜 去看下随房 随房就正常做L型厨柜加吊柜 上面做铝天花 记得留回洗衣机的位置 旁边还多做个小小的台面 再去看下厕所 厕所做磨砂折叠玻璃门 厕所内就做七字型洗手柜加智能镜柜 上面同样是铝天花啦 再做圆弧的透明玻璃肉屏 OK,再回到客餐厅 客餐厅全部长面左护长板 搭配隔山加金属条装饰 先看下电视柜 电视柜是地柜加护长板设计 连着主人房门墙一看 电视墙中间做圆弧的银板挂电视 旁边就做全玻璃的展示柜 加上灯带更漂亮 电视地柜就做圆空啦 之后沙发背景墙上边就加灯槽 一直延伸到餐厅 餐厅是靠窗为致 光线非常好 一起看下餐边柜设计 餐边柜和进门施置柜一样风格 连卖伸缩餐桌一起 多功能设计 之后先去看下主人房空间 主人房是大房 做五车的油压床 床头做玻璃门吊柜 连梭装台柜一起 再之后就是到顶的大衣柜啦 圆弧的门板造型非常好看 整体设计 储物空间都很充足 保留最多的自形光线 最后看下儿童房 而童房就做米白色的两色设计啦 两个小朋友睡 做上下床 旁边做衣柜 连书桌 下床地台和床头柜还可以储物 上床下床都是三尺的单人床 整体设计空间用到尽 光线明亮 全屋设计就是这样啦 大家有需要装修欢迎 PM我免费报价 ALT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